7.1前港股收報257.64 較97年近1萬7千點升五成 但港股市值卻膨脹7.6倍 主要是中資股擁港上市所致 2003年開放施耙後 中資犬商緊軍香港 逐漸取代外資港資占領香港 港資券商買少見少 現年86歲縱橫股談40多年的前港交所副主席 蔡晨寶欣表示 港資券商難生存 近年來大陸金融反腐波及香港 從中資股大跌到抓金融大鱷 以及最近的小盤股股災都涉及中南海博弈 未來如何應對港股亂象 由分析師這樣說 香港業界則希望香港金融市場要確保一國兩制 才能保證金融中心地位 大紀元記者梁珍 香港報導 香港議員作為消防光 交給伊朷 財政 Vielen 健